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能就减少跟你孩子之间的 这个互相的交流 让这段时间你的病好了以后 再去跟孩子有互动 但如果说你是没有症状 你回家的时候很怕 自己身上带着病毒 其实也是一样 回家的时候就把衣服换掉 多洗手 相信就可以自然而然的 跟孩子有这个玩耍 或者是一起吃饭等等 不用太担心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